美国加州旧金山湾10号出现了一幕诡异的景象 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屋在海面上漂浮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一栋民宅被船拉着行驶 吸引了不少民众目光 原来这栋房子来自加州红木城 因为市府收回公有土地 房子必须移位 屋主只好雇用船只 把房子原封不动搬到另一个城市 未来海面停泊一艘艘船只 不过镜头拉近 映入眼帘的景象却有点诡异 仿佛一栋两层楼高的砖房 漂浮在水面上 这栋房子有白色围里和天窗 是典型的郊区民宅 其实是一艘船拉着它 缓缓行驶在旧金山湾 景象奇特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房子 却在海湾上再不再城 目击民众看得心惊胆战 就怕前方的船只有个闪失 让这栋房子真的孤立在海中 原来是加州红木城为了回收公有土地 下令这栋房子必须移位 因此屋主顾船用海运 把整栋房子原封不动搬走 才形成漂浮物的奇景 幸好这栋房子已经在圣拉菲尔 找到安置的地方 不需要在海上漂泊 邱凯文编译 几千古战 把货币币币币币 PM 使用海运 广播放入海中